然后呢底下呢来讲 就是JS里边 它其实是支持这种标记的 也就是你把标记 直接当元素来用 那么BibleJS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我给了你一个 一个一个那个什么 你可以去看一下 Bible的一个使用 那么这个其实是整个 Bible的一个 怎么讲叫试一试 它其实来讲 你可以在这写很多Bible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边是JSX的代码 这边是翻译过来以后 这个ES的6或者ES5的代码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刚才这段写的这段代码 我们考过去 看看它翻译成啥样 好吧 所以你在这看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 你看它这边 它给你翻译 这个它翻译成啥 这个你就明白了 它在干嘛 我为什么要给你做这个东西 就是你做完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明白 你看它现在这是ES2015 那么也就是说 它这么做完了以后 到这边是strict mode 上面这行不变 那么底下这行 它就变成什么了 react dom render 在底下 在底下 runder的时候 runder quare element f4 那hello hello world 这个你们看不见 这 这怎么弄 把这个往这边弄 好 你在这会看到说 它整个的这个过程是 它其实翻译成什么样子了 它在这 这个代码其实挺简单的 它开始建了 js代码 就当js代码用 然后建到一个xml以后 然后它开始pass这个xml 然后用这个代码 把它换成这样的代码 就是react.createelement f4 这个这什么 然后把它这么放进去 也就是说 其实来讲是 它在底下做了这么一个 做了这么一个转换 它建了这个东西以后 就把它转化成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百分之百 在JavaScript的任何一个引擎上 都能跑得起来的 没有问题 所以Bible其实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它写的时候你写成这样 让它给你翻译成这样 能理解了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 jsx的这个这个魔力啊 当然是Bible这个是做的 那我们未来就是用Bible 当然Bible进来以后 就要先compile compile以后然后去跑 当然是这样 这是这样的代码 就未来我们也可以 直接把它翻译成 es6的语言 然后或者es5的 然后直接让它下去跑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 这个地方基本上还写虚翻墙 我受不了了 好吧 OK 那么这块呢 我们讲解完 然后我们底下继续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点 jsx的语法 OK 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在 我们还在这里做吧 我们不在这里做了 我们在这里做 我们利用一个file 03.html 这个东西出来了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这出不来 你看它这么一出 打一个碳号 然后它有一个提示 这出来以后 它能把这个 缺少的这个东西 给你做出来 好 这个出来以后呢 首先我们现在来做 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刚才实现 一hello world了 这hello world太简单了 我们现在要实现 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实现一个东西 就是它里边有一个label 然后有一个input 这个label和input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 直接在这写 就是一个label 然后呢 有一个input input text input text的话呢 那么 这个类型呢 我给它一个name 等于user name 这是经常常用的 一个东西吧 然后呢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 id 等于user name 当然来讲 这里面呢 我们还要再给它 比如给了一个class 这class我们下编哈 等于abc 当然这里边呢 style这个地方呢 我们我这写一下style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class abc 点 应该是点的嘛 abc 好 我们给它一个最典型的color 红色 red 好吧 这样简单 然后这个for呢 是这样 label的话呢 一般如果有for的话呢 它可以使得 它跟这个id一致 那我们这个叫做姓名 网号 好 这个我们可以刷一下 这些现在里边没有react 啥都没有啊 我们来刷一下吧 这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这一看 你看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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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明这个css管用了吧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说如果我一个label 写完for以后啊 我一点这个字的时候 这时它也会gothfocus 正常来讲 如果我把这个去掉 如果我把它去掉的话呢 你可以看 就是说我在这点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会get到 get到 你只有点到这个textbox上才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比如说就是用户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这个这当我们来讲 他不认为这个字和这个东西是一回事 你不能因为他俩离得近就觉得是一回事 那么如果我作为一个这个用户 我希望说我点了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点了这段字的时候 这个空间就能够就是被被就是被获得焦点 那我怎么做呢 我在里面做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我把这个id写一个for 写一个id 这有一个class 好 我这么做 做完了以后呢 那么你看我我这个再刷完了以后 我现在比如他失去焦点 我一点这个地方 他就获得焦点 能理解吧 我这再放大一点 你看 哎 他就获得焦点 而是红的 好 这现在是我要做的一个东西 那么底下呢 我要把它按照刚才react那个方式 把它放进来 当然来讲 我这个代码里一定是有坑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 放进来怎么放 那么按刚才那个办法呢 首先还是要把三个东西引进来 script 啊 点儿杠 node 然后react 啊 uomd 然后 这个 这是第一个 script 这个你们要写的熟啊 以后一定要知道 等下react dome um 啊 好了 umd 然后 第三个呢 script 然后这个呢 点儿杠 node modules 然后这个是 啊 bible standalone 包括standalone 然后呢 这个是 bible.js OK 那么我按刚才的这个方法来写的话呢 我希望这个地方是有一个APP 是这么写吗 id 啊不对 这是deal 啊 这个出不来啊 笨的 算了 我们有这么一个deal 然后把它放下来 那放下来以后 底下我们有个script script 记得要写什么 要写type 等于 这是 这是要要 下意识的要想起这个了啊 如果谁再忘写了 谁自己自发佛卧生啊 好 那把它加下来以后 这个地方呢 我们 把它搁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 注视了 这省得一会儿跟我们讨论 好 在这儿呢 还是刚才那段代码是比如liteod等于什么 等于document 这里面有的时候 它的提示会有点问题啊 我这么说啊 就是vscode在 在对付react 这个gsx的时候 有点问题 反而是那个hbue的 hbue的x 好 稍微好一点 这都没有getelement byid app 对吧 然后底下呢 是刚才我们说的 reactdom 点render OK 然后在这儿 render底下呢 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东西 我们在哪里来 还是刚才那个东西吧 对吧 这个 把它往这一放 OK 然后的话呢 这都号 你是odiv 对吧 应该是把它画的这个 画的这个东西上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执行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 入音browser 好 一定出错 这个我给你们 使了半子了 这里边流了料了 一定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出的第一个错 他说 inline bible script 什么adjust gx element must be wiped in an enclosing tag 这什么意思 其实来讲 他的意思呢 这是我们要说的 在写react的时候的 第一个问题 那么view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东西 替换进去的时候 要怎么样 他必须在一个标签下面 我们来说一下 不一的点 react的 注意事项 就是第一个的话 你其实来讲 这runner是什么意思 是把这个东西 挂载到这个东西底下去 那么他挂载的时候的 注意事项一 是 是挂载的 sml 需要或者叫标记吧 必须 在一个标签下面 那么你看 现在他有几个标签 他这有俩标签的吗 这俩标签是并列的 这是不允许的 那我怎么让他在一个标签里 我拿deep 给他包一下 可不可以 你看在这连这个都出不来 就是支持的不好 操用 我先把他包到deep底下去 好 包到deep底下去以后 这个错误就没了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错误没了 底下另外一个错误来出来了 是inland bible script 是unterminate jx content 为什么他说unterminate呢 是因为你记住你是xml input的这个地方 没打热 你记住啊 html允许 这个是xml 所以他不允许 你必须在这后面有结尾的杠 就是这个叫单标签 单标签必须有杠结尾 你在html里面这个有或者没有都可以 xhtml里面必须有 但html5里面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但是这你必须有 好 我们再刷 我们看 把这个写上吧 第二个 就是所有的 这是应该是挂载的标签吧 然后所有的标签 或者叫单所有的双标签 必须闭合 所有的单标签 也必须闭合 是按照xml的语法 所以在这里面 虽然你看上去它是html 但是它其实是xml的语法 好 我们把这个做完以后 然后我们再跑 这是你看啊 又出错了 你看我给挖了一堆坑 Warning invalid DOM property for did you mean html for 为什么 因为来讲 这么多说一点 这个 我们在这儿啊 因为它现在把xml和这个代码 和这个javascript这个代码 混为一谈了 混编在一起了 明白吧 它混编在一起 就有一个问题 当你在这儿建造一个fall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这个xml里面的一个属性 还是javascript里那个fall的这个关键字呢 它跟这个关键字冲突 你知道吧 它跟这关键字冲突 它跟这关键字冲突的话 你这就不能用fall 你用完fall以后 我就有二异性了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你是 你这个是fall的是那个关键字 还是什么 就好像说你在javascript里面 你不能取一个变量名字叫fall一样 因为我这个是关键字 你拿过来以后 我怎么知道它是关键字还是标识符 是变量 能够我的意思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我们叫做说 像这个关键字 就是js 或者写上javascript 中的关键字 是不能出现在标记中的 那么你说我就出现了怎么办 我这fall我得用啊 好 其实你看它这个 它这个东西很贴心啊 它说do you meanhtmlfall 也是这个地方 它给你改了个名字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名字改掉 就是你这不能用fall了 你得叫什么html 然后这个地方是 大写的fall 我这么说一点啊 这个东西是只在xml有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写html的时候 html属性 没有大写字母 你自己去看一眼 所有的html属性 没有大写字母 而且html里边的 如果你有自定义的这种 属性的话 就是attribute的话 它一般使用的命名规则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小团 小团 这个叫小团 这个叫小团